注意看 俄罗斯世界冠军在开局两分钟里就被中国奇迹女孩连续暴揍 最后只能跪在地上痛哭求饶 好的朋友们 今天这一场是中国对战俄罗斯 那首先看到的就是我们中国选手李明蕊 今年20岁有着13战全胜的一个战绩 2018年在捷克呢也是凭借着敢打敢拼的精神 战胜了WKO世界排名第二的马赛克娃 也是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 也为他自己赢得了奇迹女孩这一个称号 那今天与他对战的是俄罗斯的选手啊 战斗民族的伊丽娜 今年35岁 席练中国功夫多年 他也是作为一个双刀选手啊 双修的是搏击和MMA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呢 他也是卯足了劲 说一定要打败我们中国选手 这个女选手啊 她们发迹狠来好像也非常的强大 所以这场比赛我们李明蕊也是毫不客气啊 表示一定会把对方打出中国 而让他知道你就算习练了中国功夫 但在中国的地盘上 还是我们中国人最厉害 好的那比赛开始 让我们期待李明蕊的精彩表现 那可以看到穿着黑色背心的就是中国选手李明蕊 红色则是俄罗斯的选手伊丽娜 这场比赛我们中国选手在身高臂展上面 要不占优势啊 对方比他高出能有差不多十厘米 所以哇漂亮 这刚介绍啊 我们中国选手反身啊 马上一个转身边拳 直接第一次就击到了俄罗斯的选手啊 也非常的霸气 这场比赛我们中国选手也是做足了准备啊 一定要跟对方一较高下 我们的伊丽娜上次在中国比赛 提出了俄罗斯的选手 我们的伊丽娜上次在中国比赛 我们的伊丽娜上次在中国比赛 每一边都在我的风格 那边的伊丽娜上次在中国比赛 于拉生西亚的厚度 也可以尝试 另外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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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比赛来到了最后一个回合 第三回合 那上来之后看到这个俄罗斯选手好像第二回合感觉他的那个劲儿缓过来了 所以一上来呢 就对我们中国选手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想找回他作为世界冠军的颜面 但是很可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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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回合我们中国选手的体力好像是用不完一样 连续的跳膝 转身边拳 一直控制着比赛上的节奏啊 刚刚也是看到了这个功业力啊 在台下一直指挥着李明蕊 那今天的解说在他旁边也看到了是死神方便啊 都是非常出名 有实力的搏击运动员啊 所以他们也是在台下为李明蕊加油 祝威 现在已经是李明蕊的时间了 是 表演的时间了 只能游走 对 但是呢 他也没有躲掉对方的能力 转身 转身坐了一次 还为时一晚啊 对 这个时候体能下降到这个技术动态 可能并不是这么完整啊 对 不然其实这个蓝方选手转身后白踢是很重的 要注意一下开始用腿法了 再来一次 比赛时间现在还剩一分半 可以看到这个俄罗斯的选手 打到现在一直被我们进攻 打到他的体力也所剩无几 所以他每一次的腿法进攻 虽然说有踢出来 但是效果真的丝毫不见 因为他的动作已经开始变形 因为他的体力已经不支 那反观我们中国选手李明蕊 真的就是一个非常活泼 非常有活力的一名选手 虽然说两个人的确是有着年龄差的 这样一个实际差距在 但是他也丝毫的不弱 应该是有自信 然后用力量去下制对方 结果都没死 去吃掉对方 就完全被李明蕊吃掉了 好 前摆 转身 转身那个角度也不对 看来李明蕊其实也累了 想要在第四局KO对方获胜 可能也很困难 我们再可以观察一下 这个蓝方选手他的后直 他的后直其实把手臂伸出去而已 肩板跟这个腰的力量都没有进去 就我们看到一般真的是 女子选手很少见 然后对方这个肌肉 这个线条特别漂亮 是 而且有腹肌 对 现在比赛可以看到 我们中国选手李明蕊 对着对方的脸 就是一顿猛攻 也不怕给对方直接打毁容 好的 现在三个回合 最终比赛结束 看来这个俄罗斯选手 他这个世界冠军 不知道到底怎么来的 只能说是 我们中国选手比他更强 那这场比赛呢 虽然说没有出现KO的场面 但是这个很明显 俄罗斯选手 最终如果不是这个 比赛结束的铃声救了他的话 我相信 就刚刚李明蕊的那一套组合拳 很容易就能直接KO他 所以那也没有关系啊 最终裁判判定呢 是我们中国选手李明蕊 获胜 恭喜李明蕊 好的 那本期视频也就先看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